一觉饱满 卡伦自床上坐起 难得今天没事 他想等洗漱后再回床上坐着看混书 享受一下这难得的慵懒 毕竟 自从搬进丧仪社后 自己好像一直早出晚归忙碌不停 虽然无论是神教的职位还是丧仪社的工作都不需要自己打卡上班 但反而因此得不到轻松 从盥洗室内洗漱出来 卧室门被敲响 少爷 理查来找您了 嗯 卡伦换了身衣服 打开卧室门 少爷 理查在前厅坐着 阿尔弗雷德指了指自己的脸 我知道了 卡伦走到前厅 也就是丧仪社的哀悼厅 看见坐在小板凳上的理查 卡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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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Tilda 见到卡伦后 理查很委屈的起身向卡伦走来 像是一个被父母教训后来找哥哥哭诉的弟弟 哦 不是像 因为他本来就是自己的表弟 卡伦后退一步 躲开理查 问道 你是谁 我是理查啊 你昨晚去猪圈被污染了 呃 理查的脸 肿得跟个猪头一样 卡伦以前觉得这是夸张的修辞手法 今天终于明白 这是白苗 被我爸打的 唉 昨天回到家 看见我爸 我就把我妈亲手做的点心端给他 问他 爸 吃不吃点心 你猜接下来他怎么做的 不用猜了 我已经看见了 我爸的病情更严重了 卡伦 你知道昨晚他把我打的有多惨吗 他先给自己一巴掌 再给我一巴掌 给自己一拳 再给我一拳 最后拿腰带 来回的抽 当时我真怕我爸打的兴起 直接把我给打死了 放心吧 不会的 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 说明你爸正在主动向外释放情绪 好征兆 嗯 你多挨几次打 他的病情应该就能得到极大的缓解 这是什么 新型治疗手段吗 嗯 很不错的一个治疗手段 唯一的副作用大概是有点废儿子 我可撑不住了啊 我跑他都不让我跑 用术法抓我禁锢我 那确实是太过分了 可不 来 你看啊 从这里出去 像北几公里 有一条内街 里面有一个诊所 很多黑帮的人受了伤都会去那里治疗 那家诊所的医生对你的伤很有经验 我涂抹过药膏了 我妈给我的 但是消肿还需要一点时间 不是 你让我现在去诊所干嘛 我是来找你的 你现在应该问我吃没吃早餐 有时候 故意不接茶 就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卡伦 我们是不是兄弟 这个问题 卡伦还真不好否认 虽然他知道理查口中的兄弟是形容词 行吧 我也没吃早餐 跟我进厨房 怎么 你要亲自做 嗯 卡伦领着理查走进厨房 下了两碗阳春面 理查见卡伦拿着筷子 有些好奇的也拿起筷子 插了一卷面绕弯送入嘴里 一边咀嚼一边道 味道不错 有大酱吗 没有 烧淡了一点 有辣椒面 好 来点 吃面时 理查原本想继续向卡伦倾诉昨晚自己的悲惨遭遇 谁知道卡伦却拿出一本记载着竖法的笔记本一边吃一边看了起来 爷爷教育过我 学习任何竖法时 都必须要专心 要全神贯注 不能有丝毫杂念 那是你爷爷对你说的 有什么区别吗 道理不都是一样的吗 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 你的意思是说我笨 没说你笨 只是相对于我来说 显得不够那么聪明 好啊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是不是很开心看见我被打成这样 恭喜 你终于发现了 哼 一点都不够朋友 没有同理心 你是被你爸打的 又不是被别人打的 怎么 是朋友就得拿着剑和你一起回家帮你砍爸爸 那倒不用 他毕竟是我爸 而且 他也被自己打得挺惨的 吃完早餐 你打算做什么 我是来你这里做客的 怎么 你不欢迎我吗 礼物呢 呃 来得太早 店铺还没来得及开门 就没买 没事 留下点券也是一样的 哦 卡伦 你怎么能这样 好了 我呢 要去书房看书 你呢 可以坐院子里晒晒太阳 算了 反过来吧 你去书房坐着 我在院子里看书 我怕把你留在外头吓到人 我想和你聊聊昨天任务的是 卡伦 你是怎么发现队长不是真的 你多注意观察一下细节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嗯 就这么简单 你不要这么敷衍我好不好 卡伦站起身 走向书房 站在书架前开始选书 最后 抽出一本 书名叫父亲的放弃 李察这时也走了进来 从书架里拿了一本被吓死的青蛙 正当卡伦准备走出书房去院子里时 李察马上阻拦 哀哀哀 一起 一起 就做书房 好不好 我不打扰你 绝对不打扰你 那你得戴上面具 不要这么过分吧 卡伦 昨晚我的父亲给我身体造成了伤害 今天你对我的心灵也造成了伤害 卡伦最终还是没去院子 而是在书桌后座下 李察则心满意足地坐到另一张椅子上 阿尔弗雷德走了进来 摆上了点心和茶水 接下来 卡伦就进入了阅读状态 李察也是一样 他的性子看起来很活泼开朗 但需要时也能沉得下来 这一看 就是近四个小时 书不后 卡伦快看到底了 书中讲述的是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孩子在大山里与世隔绝生活的故事 父亲原本很反感城市里的一切 认为那些东西都是在荼毒人的心灵 为了保持自己这三个孩子的纯净 他选择带着三个子女隐居山林 过着几乎和野人一样的生活 有点翻版鲁宾逊漂流记的影子 山林生活多年后 父亲越来越迷茫也越来越痛苦 看着逐渐长大的三个孩子 他内心中的愧疚情绪也越来越深重 他认为的纯净生活 在孩子们眼里其实没有丝毫的存在感 因为孩子们已经忘记了城市的肮脏 因为不知道肮脏 所以纯净也就显得毫无意义 结局是父亲将三个孩子带到了一个伐木工营地 请求收留 自己则选择了跳崖自尽 自尽前还说了句 你们回城市生活吧 渐渐的 你们会明误我曾给你们带来的纯净 看完这本书后 卡伦微微皱眉 他不是很懂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有些乱 不过作者丛林生活细节描写方面水平很不错 给人以很深的代入感 至于父亲这个角色到底该如何评价和代入 卡伦懒得去做解析了 因为他得去做午餐 毕竟这是理查第一次来他这里做客 午餐是三菜一汤 卡伦把口味做得重了一些 理查吃得津津有味 我还以为你们家喜欢清淡口味的呢 卡伦看着狼吞虎咽的理查笑道 那是我奶奶喜欢 他喜欢的东西 我们也都得跟着喜欢 至少 看上去的喜欢 所以 你们家的人是很害怕你奶奶 差不多吧 我们小一辈还好一些 最怕奶奶的应该是我爷爷 呵呵 午餐结束 卡伦原本觉得理查可以回去了 但人家似乎并没有主动告辞的意思 一会说书还没看完 一会又问晚餐有什么可以吃 你到我这里来和你家里人打过招呼没有 没有 那我建议你现在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怕你家里人担心你昨晚被揍后今天想不开 这不可能 我家里人绝对不会认为我会想不开 不过我还是决定去打一个电话 卡伦拿起一个橘子 一边包一边靠在门边看着理查打电话 嗯 对 是我 父亲 理查的表情一下子垮了 居然是他父亲接的电话 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因为在家里 他父亲几乎从不接电话 我在卡伦这里 吃过午餐了 好的 父亲 我知道了 理查挂断了电话 深吸一口气 对卡伦道 舅舅我 我爸让我回家 让我不要在这里打扰你休息 你父亲说的对 救我 卡伦 我怕我回去再被打 你看 你父亲都主动接电话了 证明昨天你那顿打是有用的 不是吗 呃 你这么一说 让我好纠结啊 回去吧 你父亲现在很需要你 理查对卡伦竖起了中指 卡伦不以为意 将一块鸡肉送入口中 看着理查离开 卡伦伸了个懒腰 终于可以享受假日了 他决定先睡个午觉 走进卧室 卡伦看见普尔正对凯文进行着审讯 凯文蜷缩在角落里 普尔则气势汹汹 卡伦的进入打断了这一进程 凯文向卡伦投来求救的目光 但昨晚还和他一起赏月的卡伦今天却对此没做任何回应 普尔扭头看向卡伦 问道 你的那个表弟回去了吗 嗯 回去了 我打算泡个澡 然后睡个午觉 那我换个地方继续审问纯狗 不用 你就在这审吧 不会影响你休息 只是想躺躺 睡不睡得着都无所谓 卡伦走进盥洗室 给浴缸里放水后 坐了进去 普尔在门口喊道 要不要我把大屁股喊进来给你搓背 好的 喊他进来 哼 做梦 普尔对着灌洗式的门吐了吐舌头 然后扭头看向企图偷偷离开卧室的凯文 喊道 蠢狗 站住 哪里跑 卡伦原本是想泡一会儿回床上躺的 但卧室里普尔对凯文的审讯正憨 卡伦也就懒得打扰 闭着眼 在浴缸里就睡了起来 睡眠很浅 却又很舒服 不是以补充精力为目的 而是单纯的享受睡眠的美好 不知不觉 自己在浴缸里就泡了将近两个小时 等卡伦醒来后 不出意外 虽然早就关了水龙头 但浴缸里的水还是温烫的 从浴缸里起来 擦过身子 换上衣服 站在镜子前 卡伦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精力充沛 这不禁让他又回忆起了当初在艾伦庄园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自己只是每天打打球在泡泡澡 然后在温暖的大卧室里睡觉 如果不是每天下午要和尤尼斯一起骑马 自己可以一天都不出卧室门 反正吃喝都有仆人送进来 但正如自己上午看的那本书里记述的一样 不知道脏就不明白什么叫纯净 没有充实的忙碌为前提 也就无法懂得什么叫真正的休憩 走出惯喜室进入卧室 卡伦看见女仆犀利正蹲在自己面前 她在为普尔摆盘下午茶 听到身后的脚步声 犀利没有转身 而是紧紧回过头 少爷 您要用下午茶吗 不用了 那水果呢 少爷 要来点吗 也不用了 普尔开口道 他想啃大桃子 犀利的脸一会儿泛红 一会儿泛姜 端着咖啡的手也开始哆嗦 你是第一天听到我说话吗 正常一点 咖啡别洒了 你知道这咖啡多贵吗 你知道我们家的卡伦赚钱养家多不容易吗 是 是 我的错 我的错 犀利马上向普尔认错 卡伦躺到床上 犀利稳定住心神 继续蹲着帮普尔准备点心和果盘 普尔抿了一口咖啡 又吃了一颗葡萄 吐出紫后 对犀利道 他再看呢 抬高点 再抬高点 犀利一时间站也不是不站也不是 卡伦拿起床头柜上放着的秩序周报 一边看报纸一边说道 别往心里去 这只猫最近发情了 没事的 少爷 犀利马上微笑回应 等准备好下午茶的一切后 他抱着托盘站起身 打开门 走出卧室 然后长舒一口气 卡伦翻了一页报纸 对普尔道 别总是欺负人家 怎么 心疼了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心理承受能力有限 那你给他涨薪水就是了 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薪水挂钩 那就从你餐补里扣出来 哦 你不会这样做的 可爱的小猫咪一天能吃掉多少呢 你一只猫的饮食开销 抵得上家里其他所有人加起来 你的咖啡豆是用点券买的吧 五 收音机妖精同意的 这咖啡豆其实不贵 上次帮你熬夜研究冰箱时 收音机妖精特批买来 给我和纯狗提神的 再说了 家里的宠物吃得好 才说明这家人日子过得好 这是好兆头 是吧 纯狗 正吃着炸肉丸的凯文抬起头 汪 卡伦继续看报纸 让他有些意外的是 到现在为止 秩序周报上还在继续报道着两个普通人 一位是曼拉尔市长约翰 罗蒂尼 照片中他正坐在敞篷车里 不停地向自己的支持者挥手示意 另一位则是路德先生 他依旧在继续组织着自己的子发者维权运动 照片中他正握着拳头 激情演讲 卡伦记得 秩序周报从很久之前就在报道他们两个人了 神教圈子里 怎么容得下两个普通人这么多的篇幅 只是卡伦一时还无法猜透关注他们两个人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仅仅是想要扶持一位新的政坛人物或者是想要推行一场维权运动的话 以秩序神教的力量完全可以很轻松的做到不用这么迂回 普尔这时已经用好了下午茶跳到了床上对卡伦道 卡伦如果你掌握了时间的力量你想做什么呢 我没什么想做的 你的生活没有遗憾吗 不至于算遗憾 但迪斯应该用得着 也是 你呢 你如果掌握了时间的力量会做什么 我吗 还没想好 虽然做了这么久的猫 但仔细想想 在伊莫莱斯家生活的日子 也不算是什么遗憾 这时 卧室门被敲响 少爷 您队长的电话 卡伦记起来 队长昨天说过今天如果有空就会来找自己 而且会提前给自己打电话通知 起床 卡伦走去书房接了电话 喂 队长 是我 我把那位副主任揍了一顿 虽然我知道他是无辜的 因为他只是负责传递任务而已 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任务到底是什么 揍得好 至少心里快乐了 嗯 你说的对 揍完了他 我心里舒服多了 不过 这位副主任又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 我们马上要有新任务了 而且这次任务奖励比以往奖励都要丰厚 什么任务 我叫要和轮回神教在暗月岛进行战后赔偿谈判 约克城大区首席主教会作为神教地方代表之一 前往 前往暗月岛进入谈判队伍 所以 整个约克城大区就有一个安保队伍名额 这可是真正的高奖励任务 比我们前两次的安保任务奖励要高得多 而且能见到真正的神教高层 毕竟咱们护送的首席主教大人在那个代表团里 也就做最后一排而已 不过 本来这么好的一个任务 是轮不到我们的 也没安排我们上 但忽然间 原本被安排上去的那支小队被裁撤下来了 突然指明有我们顶了上去 在这之前 我根本就对这个任务不抱什么希望 我也没为此去跑动 是运气吗 不不不 不是运气 因为听那位刚刚被我揍完的副主任说 他知道的情况是 上面有未了不得的大人物 特意为我们小队说了话 还表扬了我们 卡伦